这几天德云社的粉丝真是度日如年 因为越是临近德云社团宗第二季开播 就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德云社为了调足粉丝的胃口 每天都发布一些花絮和预告片 在8月19号的预告片里 更是公布了每个演员在这一季的目标 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德云社的九字科演员上九熙 他的愿望竟然有些卑微 最大的目标竟然只是希望自己别活在花絮里 在逗笑社第一季的时候 上九熙就曾说过 他有一个称呼 那就是活在花絮里的男人 害怕呀 我现在有一个称呼 叫活在花絮里的男人 因为在第一季节目里 上九熙的镜头太少了 基本上一到游戏环节就隐身了 跟茶无此人一样 而且当时也是因为刚刚跟原搭档分开不久 看起来非常的无助和落寞 特别是上九熙独自坐在车上说 小红小绿你们听过上九熙说单口相声吗 显得更加的孤独 粉丝们想看上九熙 正片里基本上看不到 都得到花絮里去找 因此上九熙也被粉丝称为花絮小王子 别人都希望自己的成绩好 上九熙却卑微到了 只希望自己能多一点镜头 这其实也是德云社粉丝诟病的一点 那就是德云社团宗参加演出的人这么多 第二季足足有17个之多 可是一期节目最多也就两个小时 演员的时间分配是个大问题 人气越高的演员 你要分给他的时间就越多 最后只能委屈那些粉丝少的人了 这就容易造成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只看名气不看实力 上九熙的相声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他平常一门心思都放在相声上 不像有些演员那么会经营粉丝 所以节目组自然而然要从他身上扣时间 可是平心而论 上九熙的要求也不过分 大家都是一起录节目 都是一起吃苦受罪 最后镜头都被剪光了 你让谁能接受得了呢 上九熙在德云社算是最底层的一批演员 他们不像烧饼和张赫伦 从小跟郭德纲长大 跟师傅感情深厚 也不像张云雷和王九龙 是郭德纲的亲戚 他们就是德云社这个公司的普通员工 平常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他们 可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努力 干出了一番成绩 确实是值得我们佩服